初一 几家人都在家里休息 所以一合计 晚上就一起吃 从早上开始 苏小芝和曹氏带着孩子就过来了 陈虎 钱氏一家人也过来了 厨房里有赵氏和苏小芝 还有钱氏和苏小玲 胡双双还有陈大妞和陈二妞 陈虎和苏三郎还有胡昌寿 则是去处理鸡鸭 小点的孩子都跟着苏华 周恒学字了 苏小璐和苏虫站桩子练舞 晚上 三家人一起在院子里吃饭 十分的热闹 外面传来敲门声音 苏小芝 你给我出来 王氏来找苏小芝 听着院子里的欢声笑语 眼神就阴狠 这突兀的声音让大家都顿了顿 苏小芝神色有愧 根本不敢看苏三郎他们 起身歉意地说 对不起 我出去一下 苏小芝出去之后 他神色难堪 娘 你小声一点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没事 还不能找你了 你是我闺女 我找你还得看七城吗 而苏三郎家里 细分就冷了许多 陈虎和前世都皱起了眉头 苏小芝和苏家 什么时候有联系的 他们都不知道 这种感觉很糟糕 苏家和陈家 是苏三郎和陈虎默认 再也不会理会的两家人 过了好一会儿 苏三郎才勉强地笑了笑 没事 多吃菜 多吃肉 纵然心里不好受 苏三郎也忍了下来 陈虎一脸愧疚 站起来解释 三郎 虎子 真是对不住你们 我这张老脸有愧呀 但那毕竟是小芝的爹娘 小芝善良 她娘哭得肝肠寸断的 她就不忍心了 我也不好说她 但我可以向你们发誓 我们家绝对不会做任何 对你们不利的事情 小芝也不会的 但从两边联系的时候起 曹氏就和苏小芝敞开说过了 有往来可以 但如果苏家人眼红着生意 要苏小芝做对生意不利的事情 那绝对不能做 苏小芝要是敢做 她就和苏小芝断了关系 带着孙子孙女回小湖村去 曹氏眼中有泪举手发誓 我曹氏对天发誓 我说的要是有半句谎言 就让我儿子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你们相信我 小芝那边就是有些往来 任何不利的事情都没有做过 她要是这么做 那我也没脸住在这边了 婶婶 你别这样说 我相信你和小芝 这没事的 这不是多大的事情 苏三郎只是有些难受而已 小芝和我不一样 有所来往是情理之中 只要她没有做过 不利于我们三家的事情就行了 曹婶婶 你也别往心里去 我和三哥想的是一样的 好好 谢谢你们 好了好了 快多吃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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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